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吹 球们好 我是爱与克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前几期做过了 印尼任头青 吊打印度任头青 牛皮糖 摩擦任头青 老师傅 自擒牛皮糖 今天是这个小系列的最后一集 任头青 速杀老师 素材来自2019年 丹麦公开赛 男双决赛 谁都不怕的小黄人组合 对正小黄人的师兄 想不起怕过谁的 亨山组合 这是一场典型的同门之争 双方都非常了解对手 技术和打法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最大的不同就是年龄和新气吧 小黄人组合平均26岁 亨山组合平均33.5岁 心态上 双方都非常放松 非常享受比赛 这对于比赛发挥 常常不太稳定的小黄人是更有力的 我们先来看看发接发环节的碰撞 按理一 第二局3比0 苏卡发球 阿三回放 苏卡扑压出界 这个球明明苏卡失误了 师兄为什么还要挑出来讲呢 因为师兄看出一个问题 一个大问题 苏卡连贯的太快了 快的不像话 这种快 绝不是看清了对手出球之后能做出的反应 而是直接带着预判懵的 说明苏卡非常了解对手的习惯 可以说能闭着眼睛抓球 不起球 过网口中五次印尼经典的揭发开局方式 一旦对手犹豫就只能起球摆脱 第二个重点 意识之下能快速强往的关键是脚下 在对手接球瞬间提前迈右脚进前发球线 这个细节是执行发接发压王的精髓 我们来看两个类似案例的运用 第二局20比13 废发接发第三拍抓回错扑压成功 非常明显发球前 废右脚在前发球线后 发球后哼出球前 废快速的压了一小步 让右脚进了前发球线 接着快速生派处理来球 话中的废敢在对手出球前 右脚先进了前发球线 第一局5比3 发接发第三拍废压王快推分边 苏卡接抽挡王后抓推提数 双方斗中半场 相词中阿三摆脱失误 印尼流的理念就是不起球为主 双方都在遵循这个规则 废的第三拍是一个关键 抢到了高点出球 一方面保证了不起球 一方面还给了对手压力 后续亨神的软压是不起球控了 苏卡的回档是不起球反控 最后被限制在低手的阿三 但依然不甘心 出球介于推调之间 第二局8比5 发接发第三拍 苏卡接推反抽 一抽直线 二抽对角 闪电拿分 这依然是不起球 大框架下的印尼流碰撞 突出了中半场抽压的运用 苏卡的一抽足够快 亨神虽能拦住 却没有实践 变现和卸力只能顺势回答 接着二抽连贯 苏卡加力的同时还带有变现 注意苏卡一抽的瞬间 阿三也被吸引 站位从中路靠向右半区 还没来得及回味 苏卡二抽就来了 这种快速抽压加连贯的打法 和远度的拉开摩擦 正好是两个极端 以网贷为标准 双方打平打快 通过球速和弧度 把空间压缩 进入一种拼刺刀的感觉 这里延伸出一个话题 远度的拉开摩擦 并不是通过拉开甩开了 小黄人的脚下 小黄人的机动性是完全跟得上这种拉开的 只是拉开后 小黄人手上的进攻 不足以轻易动穿远度的防守 实际上 亨山的平抽快打也是有拉开的 只是弧度上比较平 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 快速拉扯对手 这对小黄人的跑动是更有难度的 立水行舟 欲蓝而上 这也是小黄人尤其是苏卡 厉害的地方 通过高速的反应 灵活的跑位 硬生生把被动球抢回来 甚至反逼对手的失误 也许 24岁的苏卡 还算不上 35岁 亨神的加强版 26岁的小黄人组合 也不是 33.5岁 亨山组合的 升级版 但是 24岁的苏卡 足以撑得上 35岁 亨神的 加速版 26岁的小黄人组合 其机动性 连贯速度 也明显快过 33.5岁的 老爷车亨山 好了 今天的节目还没完 小黄人速度上 明明 脸压亨山 为什么在 师兄心目中 小黄人还算不上 亨山的 加强版难 因为在师兄看来 比加速更难的是 变速能力 这一方面 小黄人很难说 强过了师兄 我们来看四个实战案例 案例一 第二局 19比12 一开局 阿三 皆发波药 肺 不未抛高 亨神收掉得分 这个回合 主要体现了 亨神敏锐的 观察能力 首先 阿三回球质量很好 导致肺处于 很被动的姿态救球 起球后 明显急于后退加 压低重心 摆明了 就是堵对手 会杀球 费尔纳迪不明白 亨神明白 于是接下来 肺想要什么 亨神就偏不给什么 轻松掉球得分 这个球展现的是 非常经典的一个 出球逻辑 既把球打向对手 准备的反方向 可以是对手 移动的反方向 重心趋势的反方向 甚至是意识和预判的反方向 暗利尔 低局11比8 揭发球 阿三快退 输卡抛高 接下来 肺接杀球 接鞋转直 阿三不为高高跃起 假杀增掉得分 非常帅的处理 当亨神被逼到头顶底线时 阿三的站位不进反退 基本上退到了中场 接下来 亨神杀对角 阿三右脚略微后侧 开始为退正手做准备 接着肺顶直线 阿三一并一跳 轻松追上来球 突掉得分 反观 肺顶直线后 从侧身站位调整为 左右脚平行站位 加压低重心 更为关键的是 在阿三出手损接 还往后小跳了一步 来准备接杀 结果阿三突然收力 打出一个落点在 前发球线以内的掉球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肺会往后小跳一步 显然是被预想中的 阿三杀球吓唬刀了 这也不完全是想象 阿三的掉球动作很有泪涵 这是一个很大的挥拍动作 先快后慢 前半段给人的感觉 实在加速要发力 最后出球损肩 突然简利 打出掉球 这种先快后慢的挥拍 也是假杀真调的精髓 这两个球 亨三都胜在球伤而非能力 案例三 第一局8比6 一开局 亨绳揭发 分右抓 接着蓝萨 连续三拍快速连贯 接着第四拍 突然变调 蓝调得分 这个回合 亨绳层层布局 步步为营 先是分鞋抓紫 通过球路 快速掏住对手 接着继续加速 逼迫对手 最后节奏突变 从猛亚 瞬间转变为青蓝 甩开对手得分 如果说 阿三的假杀真调 还有点下谱对手的意思 亨绳的操作 更像是一拍分作两拍 猛亚 无缝连接青蓝 以迅雷不及掩耳 盗铃之势 硬生生 抛离对手 案例四 第二局9比5 一开局 苏卡拦截 阿三推球 快速变现 阿三补卫起球 比赛进入攻防 小黄人吊打结合 追阿三 轮转后 追亨 亨有一派 大角度摆脱 打回军事 被补卫当网 阿三起球 小黄人继续急速 杀疯组合 一追亨 一追阿三 乱战中 被突然难掉得分 这个多拍回合 小黄人也玩出了变数 靠着机动性的优势 进攻层次非常丰富 打打吊吊 吊吊打打 把场上的节奏带得很快 在这种高速的压迫中 被突然插入了一排难掉 打了亨三一个措舍不及 变数是变数 但小黄人的变数 还是给人一种 非常依靠能力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送给喜欢小黄人和亨三的球友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小黄人和亨三 究竟有什么不同